我们预设在李奥纳多可不可以拿自己的照片来产生动画 预设是不行 但是你可以让李奥纳多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以图生图 你用图去生成图以后 等于说他用AI画过一次图之后 你再来产生动画 了解意思吧 那怎么做呢 来比如说我现在下载一个 这个是在那个阿里山二万屏的照片 我选一个这个好了 选一个照片下载 而且这个照片看起来是4比3的比例 4比3 那没关系 我到时候再把它换成16比9 来我就把它按右键 然后讲这个另存图片 好我先把它存到桌面上好了 存到桌面上 好我的桌面上有了 好那现在李奥纳多叫起来 我的李奥纳多淘上去了 好李奥纳多 来我们一样刚才我是在那个 我怎么进去到这个画面 如果刚才是首页 好你首先就image generation 就进来了 就进到你现在可以做画的这当中 然后首先呢 左边 左边帮我先调一样 先调成16比9 好 然后锁定 然后把宽拉到最宽 这是第一个动作 好不好 可以吗 好第一个动作 然后第二个 接下来 各位看到这中间 预计设停在这个generation history 是我过去产生影片的历史 但是再过来 有一个叫做image guidance 这个部分 请你切这一个 切好以后 它这边可以让你上传图片 上传图片 你点击一下 OK 然后呢 这是我自己上传我的照片 但是我发觉 用我自己有人头的照片画出来 你的人脸会被画得很丑 所以我算了 我就不要用我的 来我这边就可以上传一个单纯风景的 这里上传 它就可以选电脑的东西了 比如说我想选 我刚才存到桌面 的那个照片 那张图是这个 当然这样看不到 我这边可以下拉成那种 大图示 就是这张嘛 开启 好各位就可以看到 有一张图进来了 然后呢 来再看这边 我放大一点 在刚才image这个guidance底下呢 因为你有上传了一张图 然后呢 这个地方叫图身图 image to image 图身图 那其实这边有个下载的 就是下拉的 下拉的里面各位可以看到 下拉的里面各位可以看到 后面都写个premium 很抱歉 这些东西都是要付费 OK 你要付费才可以有个 你升级到premium的形式 但是不是一个付费一个 也是一样 就是里奥纳多 大概 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你看我premium按下去好了 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要用这个功能 点了之后 它会出现premium 然后每个月10块钱美金 每个月10块钱美金 你可以做哪些事情 你看哦 这是免费的 你一天只有150点 但是如果你升级 每个月付10块钱美金 也就300块台币 你可以 那个什么 每天 有8500的点数 然后这边叉叉是不能用的 然后呢 它到后面 你可以有什么 五个pending job 就是说你有可能 额外的一些 特殊功能的工作 然后你可以是 不用把你的作品 让大家看到 因为你在里奥纳多 深层的图 然后那个一般来讲 社群都看得到 就是在那个 在那上面的社群都看到 后面当然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而且以前可以 你可以拿一些 某个人做的话 去训练 然后以后你今天 打的文字 就会用那个人的风格 去做出话 以前是免费的 但是现在 它这里免费的已经没有 不可以train 不可以训练 那现在呢 要付费的话 就可以 每一个月 可以训练 10个模组出来 这说来话长 我就不讲了 但是呢 要先讲一下 你这 每个月 10块钱美金 是你一次 付一年份 你每个月 平均每个月 10块钱美金 就是你年付 你就先付 先付上多少 360吗 相当于300 10块钱美金 乘以12 是等于说 120块美金 一年先把120块美金 一次付清了 你每个月 平均是10块钱美金 可是呢 我可能用 一个月之后 我就不想用了 我要会退掉 我想一个月 一个月付的话 那一个月 是12块美金 比如说我用一个月 12块用完了 一个月 快要一个月快到了 你就说 我下个月不要了 取消掉 那等于说就是 你等于说 一个月是付 12块钱美金 可是如果你今天 一次就付了一年了 付了一年 你就没办法 中途取消 反正他就给你 开放用一年了 然后那个什么 等于说 就直接先帮你扣了 120块钱美金 这样的道理 了解吧 好 所以看你想要 可能用一两个月 几个月 或五六个月之后 你想要退掉 你到时候 你不要付年费的 你付月费 可是付月费 就一个月 12块钱美金 这样了解 好 所以这个是 我们现在付费的 就暂时不讲 来 左上角退回来 刚才 来 Image Generation 先切到 我刚才这个 然后在中间的 然后在中间的这个 Image Guidance里面 刚才我上传了一张图 然后接下来 再看上面的文字 OK 图身图的方式 它这边有叙述它的方式 它会去侦测颜色 还有整个的 还有整个的 看起来的 感觉 然后呢 来产生图 那也是一样 这边有个强度 这个强度 当然最多 可以拉到 0.9 它只能让你拉到 0.9 那0.1是什么 0.1是上面的文字 0.1是上面的文字 你的文字影响 十分之一 原图影响 十分之九 了解意思吗 等于说十分之一 靠你上面的文字 去产生一些想象 它去画图 那如果你把这个强度 假设 我举个例子 测成0.5的话 相当于这个图的 影响程度是 百分之五十 文字影响 百分之五十 那像这个地方 我是写说 有湖 有远景的三根 蓝天白云 那如果你这样 五十五十 它这边完全没有湖啊 所以它可能有 百分之五十的机会 会画出 湖的相关感觉出来 说不定 那假设我 希望它能够尽量符合我的话 我就把强度拉高 强度拉高 然后刚才再确认一下 你左边是不是16比9 然后宽拉到最快 宽拉到最极限了 可以吗 然后OK的话 请你就可以产生了 就在这里 Generate 把它产生 然后一产生之后 它会跳到左边的 Generation History当中 来我切过来准备看 它是先画成一张图哦 好 各位看一下 跟原图有没有很像 已经很像了 对不对 那已经产生出来之后 你再移到 这个 Generate Motion Video 就可以产生图片了 假设我来产生 然后一样强度要多少 好 Generate 好 没关系 它在动的时候 我快速再讲一次 你刚才是在 Image 原先 反正它在做 我可以先跳回去 原先你在 李奥纳多的这个画面 你可以选择左边的 Image Generation 就进到做图的画面当中 那做图的画面 当然以下就是你曾经做过的图 然后呢 请各位先在左边当中 把图的品质 比例 先设成16比9 锁定 然后把宽拉到最宽 因为我到时候希望各位做成的是 恒的影片 可以到YouTube上去做 好 然后另外 接下来 你在中间的 Image 现在其实这个已经产生了 先让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它变成一个环境的感觉 在移动了 本来只是一张照片 变成一个影片了 可以吗 好 那现在呢 我再放大一下 上面 刚才请各位切 Image Guidance 这个地方 点击进去 然后 刚才这里 可以上传一张图 你就选了一张图上传 像比如说 原本是没有的 你可以选了一张图 像这里 我已经有了 你也可以重新上传一张图 OK 然后这张图 点这个地方 按上传 它就可以选择 你要电脑的哪一张照片 上传以后 就产生出这个东西 而且这个地方是打开的 Image input Image to image 这打开的 然后 这个地方 强度 看你要调多少 你调的越少 文字的影响力就越高 图的影响力就越少 当你的强度调的越高 文字的影响力就越少 图的影响力就越高 可以吗 当你确定你想要以这个图为影响力最大的话 你就按Generate 然后Generate之后 请你跳回到左边这里的 Generation history 它这个地方就开始产生了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 哇 产生出来的还蛮像真实拍的照片 可以吗 来各位可以尝试一下 你怎么上传你的一张照片 那你的照片 有时候 你可能有同步到Google相簿了 可能有同步到Google相簿了 你可以在 九宫格 这里的相片 可以切到你的Google相簿 看有没有你手机的照片 你选一张风景的来做一下 那你说人的可不可以 我说人的可以 只不过 image to image 那个人 等一下你的脸型 可能会被它稍微改变 会有点怪怪的 它会重新创作过 等它重新创作过之后 你再让它产生动画 就可以 好不好 这个图片 Google相簿的图片 你可以点开来之后 如果你需要这个图片 你就三个点点 按下载 到你的桌面上 或到哪里 然后再去李奥纳多把他上船 可以吗 来 各位试试看